最高可以到圆台一般的高度 喜欢我的影片帮我按赞 不要忘记订阅和开启小铃铛哦 今天要来跟各位分享五个BUFF点位 有的甚至99%的玩家都不知道 那么我们开始吧 第一个是天文台的点位 从这个发射台瞄准发射 这里可以跳到最上面 看看这部怎么美丽的风景 这边顺便抓到一群肉蛋的 优点就是这个位置很好输出 而且敌人也很难察觉 然后缺点就是这个点位太多人知道了 真的在哭 第二个点位是披肩圆塔 首先先用滑板挑上这个帐篷 然后站在帐篷尖端对准圆塔 等待滑板冷却时间 然后记得要有倾斜的角度 成功上来后就可以越跳越高 最高可以到圆台一般的高度 还能打归在旁边屋顶的人 右点就是爬高高让人难以察觉 然后缺点就是妈妈屁股太大哦 不是是排位赛不能使用 第三个是停机坪附近的看板 从天文台的发射台对准射出 这里趴下敌人是绝对打不到的 而且这也是个很好的输出点 优点就是很适合归合输出 然后缺点就是下来会够血 第四个是半山腰的羊房 这边用滑板就可以直接跳到屋顶了 还可以从这边下去 这样就能打到鬼在二楼的人了 优点就是可以在屋顶偷袭敌人 或是能偷偷解决羊房二楼的人 然后缺点是排位赛不能使用 最后一个是造船长的皇架 用发射台瞄准皇架 然后射出去 这里很好偷袭敌人或是归点 职业选手也总能用这个点位打出破口 然后这个点位下去也不用扣血 好了 今天影片就到这边了 喜欢我的影片 不要忘记按赞订阅和开启小铃铛哦 这边就完成了 我们下期再见 这里就完成了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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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